男孩抓着宝宝的脚 将他倒挂在泳池上 缓缓放进水里 宝宝的头即将被淹没 可父亲却还在一旁看电视 母亲也在鸡舍捡鸡蛋 他们都没有察觉异常 如此十几秒后 宝宝已经没了反应 终于母亲捡好鸡蛋突然发现不对 转头一看 男孩竟将弟弟放在水里 母亲赶紧冲上去抢走宝宝 用力拍打他的背部 好一会宝宝才有反应 愤怒的母亲给了姐弟两亿人一巴掌 对丈夫也没好脸色 男人这才发现一场 抢走孩子们的经书一把火烧掉 并直接将他们送回孤儿院 原来姐弟两是这对夫妻的养子 两年前洛拉和阿道夫 在众多亲朋好友的注视下 凤子成婚 可就在仪式即将结束之时 所有人都惊恐地看向洛拉 他低头一看 发现鲜血染红了雪白的昏裙 即便洛拉送医及时 孩子还是没能保住 而且医生还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 因为流产 他今生都没了做母亲的机会 出院后洛拉一直耿耿于怀 靠安眠药才能安睡 白天也总提不起神 阿道夫为了让妻子忘掉过去 便提议去领养孩子 还主动带着他来到附近的一家修道院 夫妻俩原本打算领养一个婴儿 可他们却发现修道院里的孩子 多多少少都有问题 维尔看起来健康的就是白妹和白弟 他们年龄虽然有些大 但胜在乖巧懂事 阿道夫没拗过妻子 只能同意领养 当晚就带着他们回到家中 可奇怪的是姐弟俩一下车 狗就对着他们狂叫 直到看不到他们为止 为了感谢洛拉的收养 姐弟俩分别为洛拉和阿道夫准备了礼物 还送上真诚的祝福 洛拉对项链上的十字架很是不喜 但也不能辜负孩子们的心意 假装欢喜 并在孩子们的要求下 做饭前祷告 晚上帮孩子们收拾东西时 洛拉发现了十字架 自从在教堂流产之后 她就讨厌和教堂相关的东西 于是她就帮孩子们收了起来 第二天阿道夫早早地去上班 洛拉被孩子们叫醒 她发现昨晚被她收起来的十字架 净诡异地挂在自家门上 早饭祈祷时 她趁机和孩子们说 世上没有上帝 我们不必向她祈祷 就算要感谢 也更应该感谢辛勤劳作的农民伯伯 姐弟两不服气 势必要向妈妈证明 上帝是真实存在的 晚上姐弟两缠着洛拉 和他们玩枕头大战 起初一切正常 可灯突然熄灭 姐弟两鬼一消失 洛拉赶紧叫唤孩子们的名字 不料下一秒他们从身后窜出 用枕头部死死缠住她的头 嘴里还不断询问 老子阿道夫下班回来 听到动静就下了妻子 她大声教训姐弟两 带着他们给洛拉道歉 洛拉的狗再次发疯 一看到姐弟两就大声嚎叫 似乎看到了极为恐怖的东西 要不是有绳子拴着 狗怕是立马就会冲上去咬他们 洛拉赶紧去拉狗 可她却被狗咬中 夫妻俩虽没和狗计较 但姐弟两却暗暗记在心里 等夫妻俩熟睡 他们偷来安眠药 下在香肠里拿去喂狗 这送到嘴边的食物 哪有不吃的理 狗吃得喷香 没过多久狗就昏睡过去 被姐弟两拖进房内 随后白妹从厨房拿来一堆刀具 挑选最大最长那一把 交给白弟 白弟在白妹的指导下手机刀落 刨开狗的胸膛 拿出心脏放进水里清醒 祷告过后又给塞了回去 做完这一切 他们又开开心心地看起了电视 女孩用塑料袋套住弟弟的头 以证明神灵的存在 母亲被吓得待在原地 竟也忘了阻止 这是快要窒息的弟弟 伸手指向洛拉身后 可那里什么也没有 随后女孩笑着解开塑料袋 原来刚刚的一切 都是他们见上帝的方法 洛拉感觉两个孩子诡异至极 好在没有出事 洛拉只当他们是想证明神灵的存在 也就没有过多责怪 准备以后好好教导他们 这天洛拉刚从被窝爬出来 就看到浑身番茄酱的姐弟俩 被吓得后背发凉 赶紧摇醒丈夫 阿道夫发觉颜色不对 洛拉下楼一看 发现爱狗惨死客厅 白妹说因为狗咬妈妈 所以他们洗尽了她 可他们明明是按照书上的步骤操作 狗怎么就醒不过来了呢 阿道夫无奈地表示狗已经去世 姐弟俩这才知道自己做了错事 最后他们将狗埋葬 喂狗念经祈祷 洛拉失去了爱狗 对姐弟俩没了之前的在意 她和丈夫商量 要不将孩子送走 可阿道夫却说孩子还小 他们只是错信了书上的内容 洛拉不再多说 当天晚上 她被一阵声音吵醒 小心翼翼地走出去一看 就发现姐弟俩跪在地上爬行 腿上还包着全是刀叉的白布 他们的腿被扎得全是窟窿 洛拉带着他们来到浴室清洗 询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姐弟俩说这样就能为死去的狗祈福 就能让狗祈死回生 洛拉听得怒火中烧 告诉他们世上没有神灵 狗也不会复活 她嘴上责怪 但心里已经认可丈夫的说法 觉得孩子在修道院长大 接受的都是修道院的教育 难免有所偏激 时间一晃过 到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 洛拉刚准备好晚餐 就感觉头晕目眩 直接晕了过去 阿道夫赶紧将洛拉送到医院 经过一系列检查 发现被判不孕不育的洛拉已经怀孕 一家人都很高兴 姐弟俩还专门学了一首舞蹈 逗洛拉开心 不过等他们跳完 却突然问洛拉现在相信上帝了吗 原来他们坚定地认为 是他们的祈祷 让洛拉怀上了宝宝 学校组织活动 邀请所有家长一起去教堂祈祷 路上一个小胖子 突然拦在姐弟俩面前 嘲笑他们是吸血鬼的孩子 没资格去教堂 姐弟俩并没有理会 可就在他们参加活动时 小胖子满身是血的推门而入 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几天后洛拉接到小胖子 男孩妈妈的电话 对方表示去教堂路上时 小胖子曾和姐弟俩待在一起 他感觉自己儿子出事 一定和姐弟俩相关 洛拉听得坠坠不安 忍不住怀疑姐弟俩 毕竟他们有前科 洛拉来到修道院 将怀疑讲给院长听 没想到院长却说 爱孩子的母亲 不会毫无根据地怀疑孩子 他觉得洛拉很可能是 因为怀上了自己的孩子 对领养的孩子下意识地不喜 洛拉仔细回想 发现自己确实是怀孕后 才开始坠坠不安 为了证实不是自己多想 他趁孩子熟睡 溜进他们的房间 在他们经常阅读的书籍中 看到一张画 画上的内容刚好对应小胖子的死状 看来他们真的伤害了小胖子 第二天 他当着姐弟俩的面 将他们的东西锁进柜子 勒令他们不准打开 可从这天起洛拉就出现了问题 经常睡不着 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丈夫不再信任他 总是偏袒两个孩子 男孩想为还未出生的弟弟喝牛奶 他抽满一针管的牛奶 缓缓靠近母亲隆起的肚子 母亲剧烈挣扎 好在小孩力气不大 他挣脱了束缚 一蹦一跳地来到厨房 拿起菜刀防备 没想到这一幕被刚回来的丈夫看到 姐弟俩也变得一脸无辜 这下洛拉成了恶人 就在这时洛拉羊水破裂 孩子即将出生 他们顾不上刚刚的事情 赶紧将洛拉送到医院 洛拉的宝宝安全降生 姐弟俩提议给宝宝洗礼 还说只有经过洗礼弟弟 才能健康长大 洛拉立刻拒绝 但阿道夫举双手赞成 还让洛拉少数服从多数 洛拉知道自己阻止不了他们 只能随时将宝宝带在身边 不让姐弟俩接触宝宝 可他一个人 即便千房万房 总有防不住的时候 姐弟俩趁他出去捡鸡蛋 悄悄抱走宝宝 来到泳池边 一个负责念经 一个将宝宝倒挂在泳池上 随着最后一句咒语结束 宝宝的头完全被淹进水里 很快就没了动静 洛拉捡完鸡蛋 看到这一幕差点被吓死 赶紧抢回宝宝 用力拍打他的背部 好一会宝宝才有动静 阿道夫听到声音 也被吓了一大跳 他烧掉姐弟俩的圣经 将他们送回修道院 本以为他们的生活 会就此平静 结果阿道夫完全不管孩子 宝宝哭泣他就让洛拉去哄 反正他是绝不会碰 回到家往沙发上一趟 万事不管 直到洛拉摘下戒子 他才好言相劝 说自己给了他全部 衣服豪宅儿子等等 见洛拉没有理他 他又跑到楼上修天县 洛拉坐在沙发上妥协地戴上戒子 然而过了好一会 阿道夫也没从楼上下来 还把灯搞得一闪一闪的 紧接着洛拉就听到 楼上传来姐弟俩最喜欢的音乐 难道他们偷跑回来了 可楼上并没有他们的声音 洛拉刚关上音响 屋里就变得一片漆黑 他来到屋外寻找丈夫 却看到丈夫被闪电击中 等他跑回屋里 阿道夫浑身是火 他想灭火 但火势太大已经点燃了房子 洛拉这才想起楼上的宝宝 可当他来到楼上 宝宝却不在摇篮里 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而他自己也被浓烟呛到 绝望之下 他蒙住自己的头向神灵祈祷 祈求上帝帮他找到宝宝 恍惚间一声啼哭传来 他循着声音找去 还真找到了宝宝 最后他抱着宝宝离开 昏倒在别墅晚 他怀疑是姐弟俩回来防火烧的房子 可修道院院长却说 他们一整晚都在宿舍休息 从没离开过 再之后 洛拉重新收养姐弟俩 他们一起埋葬了阿道夫 电影最后并没有向我们揭露 阿道夫的死是意外还是人为 不过我认为 人为的可能性更大 姐弟俩一来家里就问过 这里离修道院多远 小胖子一开始欺负他们时 他们没有反应 而后面去教堂时 小胖子侮辱了上帝 他们就动手了 而阿道夫烧圣经的行为 在他们眼里看来 就是对上帝的亵渎 所以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惩罚他 不过洛拉收养他们 还是有点让人费解 感谢观看